大家好,神奇的慧白 这两天一直没有录视频 是因为天天出戏 出工很忙 没什么时间录这个视频 一回来就早上的 你看四五点钟 两三点钟就出工 一回来六七点钟七八点钟 很累 基本上没有什么 多余的精力 多余的精力在出这个视频 这是今天了,突然就想出这个视频 不是说我今天 多么的 清闲,是今天更累 更累啊 但是我有个想说的话题 我就想,想录个视频了 什么话题呢 就是啊,我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做 杀人苏星 什么事情 就是啊 你在一个剧组里 当穷远啊 虽然确实 我们穷远确实是很低贱的啊 很低贱啊 一点都不过分啊 这个词 我相信在很多 剧组的这个 这个感觉里 或者说意识里 或者说他们的定义里 是很低贱的 有时候吃个饭 我们没有资格 用他们的桌子 就这种 就只能蹲着吃 甚至他们更加希望 可能他们的内心更加希望你 你趴着吃 就这种感觉 这都无所谓啊 可是今天这个剧组啊 给我的是 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简直就是杀人苏星啊 具体的说应该 这个这个不应该说是整个剧组啊 就是说那个导演 我印象非常的 就是说这个这个感觉非常的非常的强烈啊 它它是当兵的 就给我们演这个百姓这个兵啊 那个盔甲非常非常重 盔甲可能有个三十来公斤 三十多公斤 然后那个拿一把剑 拿把剑 拿把剑 再再拿个那个盾 那个盾差不多也都十多斤 反正是四十多斤吧 四十多公斤吧 的一身装扮 就是那个盔甲兵 然后 上午呢是一直等 等到差不多是中午十一点来钟 开始排一直排排到吃饭 然后先吃饭吃完饭 赶快来 来了再再排那个队 排了可能半个小时吧 然后就跑 一直跑 呃 一个跑的跑的镜头啊 就是这个跑的镜头 跑了十来八遍 跑完了 这个导演他也不说过 你看嘛 他不说过 然后就换换换换换换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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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那个什么 那个组件 就是说那个 调整那个位置 调整那个剧情 就是说呃 他们开始拍戏 然后我们不能动 我们必须你站在后面 但是其实 那个镜头可以没有我们 就是说那个镜头就没有对到我们 不是可以没有我 就是说没有我们有有好多几个镜头 我们必须你站着 但是 我不是说我我我我们 哎 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 呃 有有多么的那种 哎 不负责任什么 你就应该站着 你出国什么的 是是是对着的 但是啊 但是你什么情况 就是 这个这个导演啊 他你你你看十来八遍啊 这个可以 哪怕你一万遍的都可以啊 你只要能说出这一遍 哪不对 对不对 我们穷演哪哪做的不对 或者说哪个地方演的不对 你说出来 你也不说 对不对 你也不说 你就无限碰你是什么意思吗 你肯定就是那种 有一种就是说那种 我猜啊 如果是往好的好的这个地方理解 就是说啊 他也不知道他该他他这个 心目当中这个镜头 应该是什么样子 他就一遍一遍的对吧 觉得哪一遍最舒服啊 那就那个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多不专业呀 你连你自己想拍的东西 你都没有想好 你当什么导演啊 对不对 有什么能力 有什么资格当导演啊 就这种感觉 当然了 我事后查这个人 确实也没有查到这个人 呃就是说是当导演 以前有多么多么的事 一看就是个新手 一种完全就是他的这个感觉里啊 就是说我用 但是到最后到最后 你看他画了好几组镜头啊 他其实是那个那个 那组镜头是过了的 就拍了十来八遍 他过了 但是他就不说 他给我的潜台词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们真差 你们拍的不行 怎么过了也是真差 就是说他又否定了你 又让你付出了很多 对吧 我们的不停的跑来跑去 你想想 穿了将近八十八十斤的东西 你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你得多累啊 一下都没有休息 一下都没有休息 真的 我不夸张 我从来不骗人的 以前极星高中 那个组我觉得都很差 但是说 导演没有到那个杀人诛星 那个那个地步 我觉得还是说一个 他就是说可能笨一点啊 就是给我的感觉他笨一点 这个是坏 坏到 就这种感觉就是坏到骨子里那种坏 就是说 就是那种心理心理打击 这家伙心机重 就是这个导演给我的感觉就是心机重 很很很坏啊 就是那种 这个话我跟这个别的穷演说 他们都 都 就是要不就穷演就这个脑子单纯了 就是根本就没有 没有那个想法 就就知道 累 这个组不好 他说不出为什么 并不是说这个组好不好 你比如说 你去了一个单位啊 去了一个地方 并不是说这个地方 好不好 是这个整体不好 而是说某一个人 某一个领导不好 他会给你整个这个部门啊 就搞的就一团乱 其实是就这一个人不好 而这个组呢 就这个导演不好 那些演员都非常专业 就是那些主演什么 我觉得非常棒 非常棒啊 这个必须得说 然后呢 他呢 这个导演是坏 你知道吗 什么什么坏呢 你你 你拍的好不好 你可能拍的很好 我也不会说你好 知道吧 就是说那种 就是让你让你自身啊 就是说你 尤其是你处在社会底层的人 让你自身就 就就很迷茫 就就你会自己自己就内疚 我靠一遍一遍不功能 是不是我太差了 因为底层人他很单纯啊 他就会就觉得什么什么事 他都会第一时间他就会想 是我做的不好 那么这种 这种潜意识的一个 一个一个 情况下 那么到到后面就是给他 他过了他也不说 那就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是让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不行 差 差到几点了 那最后你就 就堕落了 人生就是这种迷茫黑暗 更加的黑暗 你就在这个泥潭里头就陷着 啊对不对 他打烂了你的这个方向 他就打烂你的自中心了 你知道 就这种感觉 这个人你想想可想而知的心 心机有多重 多毒 我跟他们说这个 跟这些穷眼说这些东西 我说你们 你们有没有看出点什么 他们根本就不会 往这方面想 那就那你就是说 自身现在这个泥潭 你陷到什么程度了 才没有这个觉醒的能力啊 真的是很伤心啊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一个内容 我想表达这个 不是说就这个娱乐圈 拍电视剧是这样的 这个导演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 我来和你这么久 将近快三个月 就这一个导演 是让给我这种感觉 以前那个可能也拍好几遍 但不是这个 人家最起码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人家说到那个炮的好的时候 人家说好过 最起码人家说过个过子 就是认可你这个东西是合格的 但是他没有说过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你拍了他妈一下午这个东西 你都是他妈的差的不行 那他用了呀 那他过了呀 他最后就是换镜头 他明显那个东西是过了的 但是他不说你过 那是什么意思吗 在否定你 你所有的穷演 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 在我的岗里 可能他们可能习惯了 但是他们已经就是说被 被那个意识被压下去了 但是我呢 我很明显就觉得这个人心属不振 就是这个导演 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心机太深 就是说 杀人不见血那种 杀人诸心的感觉 就是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吗 在在现实生活当中 呃 不只是就演员这行这个行业 这个导演什么这个娱乐圈 这行业 就是别的行业 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业里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 这样的领导吧 或者说这样的这个 呃 同事也好 就是这种杀人诸心这种状态的 啊 就是你 就是有点类似PU 嗯 就是男女之间这个P PUA 好P PAU 就那个 就是那种就是套路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无限的压榨你的好压榨好 之后又不说你好你知道吗 还让你觉得你自己差的不行 就是那种 他要他要把你的人生毁掉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啊 我操真的是啊 那种心惊那种感觉 心机战 就是 哎呀真的是重的不行 就那种感觉 我靠我真的是 因为我为什么对人性 我为什么就一下看穿他这个这点记忆了 因为我对人性理解了解的就是我在研究这个东西啊 对吧 呃有有很多这个穷养啊 就是说我跟好多穷养就聊聊天啊 他们那种我就是有的有的人他们觉得别人别的穷养 就是说他认为他们看人觉得这个人坏怎么坏 他们是那种坏就是傻傻的坏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单纯那种那种坏就是说 嗯你可能就是哎就无所谓啊就 就就就不是太严重 知道吧他不会打击你的这个人人生价值观 就世界观他不会让你的世界观崩塌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以后想要干什么干什么 他不会给你一座山就压着你 你绝对干不成这个事 直接就给你炸烂了 你的人生梦梦险或者什么 就是他在在否定你你知道吗 他否定你这个人 否定你的价值 这个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有多重 你说你说这个东西是有多重 你很想说他有多差 多坏 呃这个不只是娱乐圈啊 就是说很多这个是社会的方方面面 各个行业 如果有这样的人啊 呃这样的如果你在这个单位有这样的这个领导 那你就赶快离开他 因为你在这个单位待的越久 那么你的人生就会越长 你以后可能会一事无成什么也做不成 因为你自己都悲观了让他搞的 因为你也不会看起这个人生 你就觉得全是自己的问题 其实不是你已经很努力了做 他也不会说你怎么怎么样 他不会说你不会说你努力 他不会鼓励你他只会打击你 这样的人是最最无耻最可恶 最最心机重杀人诸心的这种人 要远离他 呃这个这个组我估计我我永远记住 我不说这个名字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小人啊 我不说他这个组的名字 因为我要给其他这个工作人员 呃我得认可他们他们的工作这种心血 但那个导演我真的不认可太差太差 我就不说了 但我知道是什么 那个演员很好 我也不说了 只能一说你们一一查是哪个导演 我不想那样 但是我知道有这种人 我就是告诉你这种属性大家 呃在社会当中的方方面面面的这个工作 方面什么的这种人际关系当中 你遇到这遇到这样的人 这是最毒的人 我跟你说是最毒的 是你不容易 就说你社会经验 经验不 呃 不多 你不容易分辨辨别的 这种一类人 这是最毒的 对你只有坏没有好 没有没有好处的 呃那么 谢谢大家关注 今天我就说到这里 拜拜